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 第一 是我到底 还可以给台中是带来什么东西 那么大家都很容易地讲 说你已经干了12年了 马上进入13年了 会破纪录了 没错 可是原来是小台中啊 你能够把小台中跟大台中 并为一谈吗 你能够把花莲市跟花莲县并为一谈吗 你能够把台北市跟台北县合在一起吗 那完全不一样啊 格局不一样 市政不一样 所以我在原来的台中市 做了八年多 现在新的大台中市 才做三年多 还不到四年 怎么就说 没有新的政策了呢 这种说法很不实在 不实在在两个地方 第一 就是因为你说他还没有新的创意 大台中还没做好啊 大台中开始推动才三年半 所以我的选举号召就是大台中实现中 我要实现大台中啊 以前做的那八九年 跟大台中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所以有什么新东西 我把大台中交给你 我在未来的关键四年 我可以把交通建设全部做好 然后大台中就开始大步前进 这种infrastructure 集成建设非常重要 以前没有做 还有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逻辑啊 其实不是没有问题 你批评一个人做太久 他难道不是每四年选一次吗 每选一次就是民意洗礼啊 做得不好再见 做得好继续干 所以他不是霸占的人 我觉得林委员啊 其实有一点应该先想好 就是说他刚刚当选立委 两年以前他打败黄毅焦 当选台中市的立委 那你如果要选市长 你就不要在立委刚刚当选 得了这么多选票 没有好好回报以前 你就宣布要 当选一年就说要选市长 要换跑道了 那我觉得这个 不符政治人的基本原则 你要不就不要去选立法委员吧 直接来选市长吧 你当选以后 就不要这样轻快的 迅速的抛弃掉 你对选民的承诺 和不顾选民对你的期许 也就是这种作风 让我开始担心 他到底责任感 和对选民的承诺 够不够 他重不重视 人家投票给你 你就要做完这四年了 好 即便这个不论 我也看出来一点 他当了当然很短 一年多 到现在不到两年 将近两年大概立委吧 他没有把立委的责任好好做好 没有替台中市争取经费回来 每个立委都到台北 为选区争取经费 做建设 满足选民的需要 他没有做 如果说这两点 他都让人 至少让我觉得很奇怪的话 我能够期盼他将来把市长这个工作做好吗 而且我觉得 他在外面说他在台中待了十年 所谓的深耕十年 那我觉得这个话讲的也太有一点点清帅 你深耕十年在哪里做了什么事 交出什么后果来 台中一定要不断的进步 而所有的进步啊 都关系到一点 经济要发展起来 没有繁荣的经济啊 你不可能推动其他所有琳琅满目的建设 不管硬体或者软体 没有钱什么都别谈 所以台中一定要把经济做好 那经济做好 其他相关的教育文化 环保民政社会福利交通 都做起来 你就可以成为国际之间的主流城市 你在每个地方都让人家重视你 然后有表现 这就是我所说的国际化 所以我们在联合国的评比里面 曾经得过移居城市的第一名 我们在国际智慧论坛里面 得到全世界国际智慧城市第一名 去年 然后譬如说我成功争取李安来拍电影 少年派 然后他得到金像奖的时候 甚至在电影里面 就特别感谢台中市 那因此 还有国际间更有名的导演也跟着来了 同时我们也办了国际不动产联盟的年度会员大会 办得成功到他们说是best ever conference 所以像这些事情都会提升台中市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而且成为一个主流城市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发挥文化创意 根据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发挥创意 在国际之间引起大家的欣赏和佩服 那这一点我也当成一个重点 所以现在往这个方向走 也得到国际的认可 我觉得有若干人啊 对中国大陆有恐惧感 因为大陆实在太大 而且以前跟我们对立 所以他抛弃不了这个恐惧感 但是这个世界在迅速的变化 那当然中国大陆在崛起 经济方面 政治方面 军事方面 都不能忽视 不但是区域强权 可能也成为一个全球不容忽视的力量 那我们至少要在经济上面看清楚 大陆在崛起 我们要因事而上 能不能够把握大陆崛起的这种潜力 轨迹跟机会 让我这个城市得到很多经济发展的好处 政治上我觉得没什么可谈 因为我们是地方政府 没有什么敏感的主权问题 军事上 我看两岸之间会敌对 会打仗的可能性 降低很多了 所以现在重要的 就是经济 贸易 投资 当然带一点旅游啦 观光啦 文化往来啦 城市都可以做这些东西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经济 假如中国大陆真的在崛起 快速的崛起 我们如果跟他切割 或对立 是好处多呢 还是加强跟他的互动 借着他在崛起的那一个当头 我们也因事而上 为我的市民博取福利嘛 我们台商 中台湾去了多少台商到大陆 你能忽视大陆这个影响力吗 所以要掌握这个影响力 也掌握这个机会 他的潜力 让我们好好发展 好好进步 我觉得跟他对立是没什么好处的 我觉得台湾的民主是很努力的在发展 当然 所有的民主国家 有的时候都会让别人感觉他失序 就是权威有的时候 不容易被接受 然后民主国家里面呢 因为都是以选举为主 所以媒体影响选举 是民主国家逃脱不了的宿命 那因此想要影响媒体 你就出来跟权威作对 随便创造一些理由 全世界都看得到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革命 什么样都有 雨伞革命最近也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民主国家有时候 会给人家感觉失序 但是失序不要影响整个国家的运转和进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有的时候失序的现象带来短时间的损失 那可能是民主的代价 那媒体也会在民主国家里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重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个问题要怎么样面对 尤其面对的一个好像是网络啦 手机啊电脑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 媒体的影响力 而且媒体的文化也在变 是少数的媒体有影响力呢 还是所有的小媒体 每个人都自己是一个媒体 这个新现象都不能忽视 所以民主本身也在变化和进步之中 我想大家都要面对这些问题 好好调试 不过民主还是我们最尊重的唯一价值 温度性再度加上 人类的比较 组织